中下階層 我覺得這次對中下階層來說 比較淪適一些 叫做減甜 其實香港這麼多盈餘 我不是說要花光 其實你應該懂得其用 如果你說我肯定存著 那些錢就貶值 也不幫到人 其實那些錢都是我們香港市民的 你用在我們的身上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我好像覺得 都是比較司令報告淪適一些 司令報告好像大手筆 它現在就只是 父母的免稅額增加了 如果其他 其他的區域都可以補充 增加多些免稅額 就更加好 我自己就覺得 我覺得子女免稅額 那些可以增加多些 如果可以的話 醫院設備方面 其實政府都有很多盈餘 這方面都應該放回醫療方面 有些研究癌症 其實都可以這方面 再給多些少少資源 幫助基層這一方面是好 都是跟以前一樣 我覺得都是中產那裡 好像沒有什麼幫助 可能做一些壓抑流價措施 或者通脹 我覺得反而好過退稅 太遲了 現在搞 因為你搞好出來的時候 可能2017 100都未必有分鐘 的確我想政府是 應該早幾年去搞 現在才搞就有些錢 但是下階層會好些 但是中產就應該沒什麼了 我想中產就應該都幾慘 好事來的 但是其實 我想政府都在做事的了 其實都可以再重新多些 去關心多些中產 就是他派錢是正常 所以我覺得如果他做一些 可能時候幫他們上樓的話 可能都會比較好 這個是一個好的 可以令到一班的基層 不單止是 只是受惠於一些的福利 可以令到他自己 都有能力去賺更多的錢 進修之類 我想不是很足夠 如果朋友做多些 就更加好 因為現在那個經營 生活成本都很高 所以能夠 如果可以在退稅方面 給多些大一點的福度 我想大家都會開心 好像我這些中年人士 其實過了幾年都可能 讓他們經常是老人家 所以現在來說 都叫做 現在不做是太遲 一點都不是一些 先見知名的事 就好過不做 其實我覺得這個幫助 都是很不足的 因為 就是 競爭第一很大 第二 其實那個競爭人數 都是多的 那一千個 其實被淘汰了 一兩萬人 其實裡面都佔不到 十分之一 所以我覺得 其實那個幫助的成果 都不是很大 所以說 我們要找到 那些人 有很多 都沒有 但是 我們要找到 那些人 都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